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780几,不合格,一。 780几,原本西子凤以为时间的流逝可以把这一切淡忘,但今日的相见却是让他连下唇咬出了鲜血都不曾察觉,只是蒸蒸地望着天空中那想要熟悉,但却有陌生的身影。 西子凤的不远处,坐着一个老妇人,这老妇人显然没有资格去那蒲团之上,但她的身份却是这西家的老祖,她皱着眉头看了一眼西子凤,内心暗叹,聂缘了。 王林在半空中神色平静,望着下方螺天星雨内,绝大部分的神通修士,尤其是那十多个蒲团之上的猪人,每一个都拥有不弱于血祖的修为,甚至更有人远远的超过了血祖。 随着天空上,三百二十五个传颂阵全部出现,所有争夺封号者一一露出身影,眼雷子神色平静,缓缓地说道。 此次封仙,奋三观六道一线天,天地人三观讨厌修为,玄通六道,轮回恋悼念,经历三观六道, 选出一百零八人,深入生死杀戮一线天,取杀戮最多前三十六人,封为天罡,赐予封仙时尚流明至极。 此言一出,立刻在这雷仙殿掀起巨浪,就连严雷子四周蒲团之上的庶人也纷纷动容,一个个立刻目光如电,盯向严雷子, 甚至那相家老祖与公孙复兴的黑衣男子也是一争,探向严雷子, 就连清水仙君也是睁开双目,露出浓郁的寒光,沉生道。 可是远古仙玉留在雷之仙界的那块封仙石? 正是此时,严雷子声音平静,缓缓说道。 传闻,此时是远古仙玉一流之物,凡是在其上可留下名字者, 其名于神便可穿透着虚无,直接传入那消失的远古仙玉内。 没想到这封仙石居然在雷仙殿这里。 相性老者,面色略有阴霜,沉生道。 远古仙玉虽说消失,但却有传闻留下, 据说在无数年后,远古仙玉会再次临时开启, 这一次开启,只会把留在封仙石上有名者接引入内。 此言虽是传闻,但却是远古仙玉留下的唯一线索。 旁边的公孙父姓中年男子,双目开合间,金光碧露, 平静地说道,四周一阵沉默,除了有限的几人, 几乎没有修士知晓,何为封仙石? 但通过相性老者等人之口,却是立刻明白了这封仙石的重要程度。 这时,对于远古仙玉这个称呼,还是有众多的修士不明, 纷纷看向各自家族的老祖。 冯仙石在雷仙界崩溃之时碎裂,化成无数碎片, 我雷仙殿并没有得到,纠缠此事没有必要。 此事是那位前辈在收了月寿后,单独寻到老夫, 送出一块巴掌大小的封仙石。 严雷子平淡地说道, 此言一出,胡团之上的众老怪一个个沉默起来, 不再问询此事。 天地人三观,第一观便是人之观, 你等参与争夺封号者, 能坚持实习便算通过。 罗素,入雷池。 严雷子声音弥漫, 但见一道清光从远处天边击齿而来。 在严雷子等人面前, 这清光化作人影, 却是一个身穿青袍的中年男子。 此人向着众人一抱拳, 沉声道, 遵殿主令。 他说着, 身子向下一脉, 落向千丈广场。 他站在广场青石上, 背着双手, 神色平淡中啊, 却有一丝傲益涌现。 他的出现了, 立刻引起四周修士的注意。 其中自然有人知晓这罗素的身份, 议论之声略有响起。 雷先见罗素? 传闻此人修为, 在三百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窥溺中期。 这三百年的时间一直在闭关修炼, 没想到今日, 却是作为这人之官的把守者。 嗯, 这罗素可不简单啊, 尤其是其神识变化, 据说就连一些成名的老怪都曾赞与有加呀。 真正议论弥漫, 那罗素抬起头, 望着上空数百个传颂镇的一个个小背修士, 深色中很是平淡, 开口道, 在我眼中, 你们全部都没有资格成为一百零八仙, 因为杀你们, 不必捏死楼翼困难, 现在按我所指, 指到谁, 你就给我下来。 罗素此言一出啊, 立刻, 半空中传颂镇内的绝大部分修士, 一个个目光阴盛, 叮向罗素, 尤其是那许婷, 眼中红光一闪, 但却没有开口, 罗素没有啰嗦, 右手随意的一指, 落在了一个来自罗天北域的修士身上, 那修士被点到后, 略移犹豫, 但就是这么一犹豫的时间, 罗素冷横一声, 右手虚空一抓, 立刻便化作一只大手, 带着呼啸的狂风横扫之下, 甚至四周的修士都可以感受到狂风扑面, 那大手快若闪电, 几乎是刹那间了, 便把那修士抓住, 毫不容情地直接拽了下来, 扔向一旁, 那修士面色立刻苍白, 他修为只是阴虚, 被那大手一抓, 便立刻全身冰寒, 仿若原力都被凝固, 落地后, 他不假思索, 立刻盘膝坐下, 罗素眼中露出不耐, 对于这所谓的风仙呢, 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中, 若非是店主让他把持这一关, 他实在不好拒绝, 怕是早就继续闭关前修了, 争取可以早日达到亏孽后期, 另外, 还有一个原因, 也是让他同意成为第一关把守者的重点, 把那修士抓下后, 他眼中不耐之色更浓, 直接便是神石一赞, 但见四周天地, 立刻风云变色, 这罗素的神石极为神奇, 居然可以在体内幻化, 散开之际, 立刻便化作一个金甲巨人, 踏在虚空, 便又轰隆隆的巨响回荡, 那巨人出现后, 没有任何停顿, 在轰轰之声下, 向着盘膝坐地的修士走去, 奇速极快, 三步之下, 便直接临近, 金甲巨人更是抬起右拳, 漠然间向前一挥, 这一拳呢, 尚在途中, 那盘膝坐地的修士, 面色苍白无形, 眼中露出惊骇, 他全身衣服便好似狂风扫来, 向后吹去, 他的头发更是飘摇四起, 王林目光如炬, 盯着这一幕, 突然, 在那金甲巨人拳头落下的瞬间, 那修士身子一颤, 喷出一口鲜血, 身体上虚影一晃, 其原神居然被生生地逼出, 从体内猛地被抛起, 带着浓郁的骇人向后击齿而退, 冷横中, 金甲巨人收拳, 退后几步, 站在罗素身边不动, 废物, 以你的修为与定理, 不配争夺风仙之战, 不合格, 罗素目中不耐之色更猛, 他觉得测试此人, 这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, 那修士元神回到肉身, 苍白地看了罗素一眼, 想要张口, 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, 起身后略移鞠躬, 黯然离去, 回到了传宋镇内, 阵法光芒一闪, 连同此人一起消失, 三百二十五人, 少了一个, 罗素皱着眉头, 目光在天空中, 一个个修士身上看去, 随意地指了一人, 被他所指的修士, 一咬牙, 直接身子落下, 站在了广场上, 向罗素一抱拳, 恭敬地说道, 请前辈自教, 罗素身色略换, 没有说话, 但其身边的金甲巨人, 却是一步之下, 直接踏出, 施展与之前一样的神通, 一拳轰击而出, 那修士咬牙之下, 双手掐绝, 立刻全身, 漠然间散发白光, 弥漫之下, 试图阻止那金甲巨人, 但, 这白光在那一拳下, 立刻崩溃, 那修士立刻后退几步, 咬破舌尖, 直接喷出一口鲜血, 化作一片血污阻止, 金甲巨人的一拳呢, 落在血污上, 立刻便传来轰隆隆的巨像, 那血污顿时崩溃, 连同那修士也是面色苍白, 身子一晃之下, 其原神立刻便有了大半, 脱离身体, 但却在这修士一声痛苦的咆哮后, 其身体内传出砰砰碎响, 他的原神居然被生生的拉扯了回来, 只是这么做, 显然超过了这修士的承受力, 原神虽说入体, 但他的身子却是立刻萎靡下来, 坚持了十息, 算你过关, 只是以你这种废物, 即便过了, 在下一关中也必定被淘汰, 罗素袖子一耍, 那修士的身子立刻被抛出, 死人面无血色, 在半空中向罗素一鞠躬, 立即回到传送镇内, 喊息打坐, 接下来, 陆续有人被罗素点到, 若是行动快了, 倒还好说, 可一旦慢了, 那么便会被罗素强行拽下, 就如同那第一个上场者一样, 还未测试, 便已经受伤, 随着一个个修士落入广场, 一句句废物之词不断, 即便是合格者中, 也往往难逃废物临身, 渐渐的, 那罗素更为不耐, 往往点了一人下来, 金甲巨人便会一拳出去, 时间匆匆, 两柱香后, 有一大半修士都经历了测试, 其中合格者占据了四场, 六指修士, 大头童子, 以及南宫涵等几个修为高身者, 自然一一通过, 也只有在测试这些人时, 那罗素的面色才缓和了一些, 没有说出废物之话, 你下来, 罗素一指天空传送阵内的一人, 此人正是那东林星许婷, 他眼中红光一闪, 嘴角露出阴森之笑, 罗素目光冰冷, 右手虚空一抓, 立刻那大手幻化而出, 直奔许婷抓去, 在抓来的刹那, 那许婷右手掐绝, 立刻便有黑气环绕, 居然化作一头仿若恶鬼之物, 咆哮中便与那大手纠缠, 许婷冷笑中身子默然冲向, 他不是去落向广场, 等待测尸, 而是冲出之际, 双手在身前碰触后, 向外一拉, 立刻便有浓郁的黑气呼啸, 在他身前形成了一把黑气长矛, 罗素眼中, 寒光一闪, 金甲巨人立刻一步踏出, 直奔许婷而去, 那许婷狂笑中身子一转, 居然放弃了冲向罗素, 而是一步间来到那金甲巨人身旁, 手中长矛默然刺去, 金甲巨人右拳瞬间挥出, 但就在其拳头与那黑气长矛将要碰到一起的刹那, 长矛立即诡异地扭曲起来, 其尖端之处居然消散, 在瞬息间, 这长矛居然化作了一条诡异的黑蛇, 紫蛇身子细长, 但张开蛇口后, 却是立刻便有数十丈大小, 这一幕太过不协调, 看得四周修士纷纷双目凝重, 这蛇口一张开, 一吞之下, 顿时便把那金甲巨人整个吞入口中, 王林看到这里, 双目瞳孔一缩, 许家仙术蛇吞, 项家老者略一点头, 眼中露出赞赏, 不错, 这许听, 怕是此次争夺封号者最强的一人, 旁边一个老者, 闻眼点头笑道, 不仅是他们, 四周的光望修士, 一个个也都是在各自家族的老祖指点下, 知道了这一仙术神通, 东林兴许家四大神通之一的蛇吞, 此处极为玄妙, 你等要多见识一番, 此处蛇吞若是遇到修为比之低弱的修士, 一吞之下, 往往连通对方的修为都可以吞噬, 化作施法者本人之礼, 清水仙君了, 神色平静, 冷冷地看了那许听义, 没有说话, 各位听友,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仙妮》, 作者尔根, 演播丸子冯宝宝, 后期制作云曼, 更多精彩有声书, 尽在喜马拉雅。